欸 高出來了 立宏可以 所以立宏跟彭宇宴你會選彭宇宴 說實話我應該會選立宏 蛤 可是你真的有在說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立宏 她是我們的閒閒陽光的房間 謝謝你們邀請我 快點去follow她的IG 很壯喔 更多那種 瑜伽罩 其實我們昨天 這個剛剛沒跟你講 就是我們昨天在那邊講說 why not 我就是在台灣做小孩 然後我們就開始評估 身邊認識的gay 先講單身 第一個想到如果說要戒精的話 大概是哪一個的外型也ok 天啊 不會吧 就是你 謝謝 而且我男性喝的毛算多 自己說 毛 我覺得很ok 髮量啊 然後眉毛啊 很長長的和諧 我覺得她現在應該覺得蠻 就是想說整個被解釋 一臉有點害羞 一臉 我們要來透過我們的 奧米 謝謝乾爹 乾媽 脫單神奇奧米 來幫尼爾尋找他的生命天子啦 那我們先來進入一些小小暖身體 然後這個暖身體 我們三個都要回答 那為什麼我們三個可以回答 因為我們兩個曾經跟男生交往過 所以我們覺得對於男性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就是 對大家進行一些我們的小答案 第一題是什麼 各位請問 看到男生第一眼看哪裡 外表的喔 我們現在都很膚淺好不好 臉 臉 我會先看這個人長怎麼樣子 然後再看身材 因為我剛剛在想身高跟身材會學哪個 後來想好像是身材 就會說他身材很好 可是他很矮 如果我會講這種話 代表我會先看身材 我第一個是眼跟眉 就是這一塊 有沒有深邃 被吸進去 就是進去就 就是不見了 就是不見了 就是穿著吧 就是他的整個乾不乾淨 他的風格有沒有亂搭 那我們給你一個很殘酷的選擇 如果他的就是這一段 完全就是你愛的 但是他穿的 就很不OK 那種五分螢光色的籃球褲 然後 可是衣服這種東西 你跟他交往 跟他換衣服就好嗎 我覺得那是個人的 Sense問題 對 我會看肩膀 你是說平的跟斜的嗎 好奇怪喔 它不能是個窄肩 OK 手臂 手臂 是二三頭這邊嗎 對就是要 您現在收看的是 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撞 所以你們要不要撞 欸 你的很膚淺欸 你真的很膚淺欸 你這些都是蠻同性戀的感覺 你是gay 你是gay 那好奇怪喔 好好好 來 給你擦 給你擦好奇怪 進入到下一題喔 給大家都有100分的這個分數喔 畫出一個body 然後你看說 假如說你很在乎手臂 你要給他一個分數 你很在乎那個腿 你要給他一個分數 總共有100分 然後你去評比 你在乎的分數 佔比多少 好 你等一下會不會畫出一些限制級的東西 好醜喔 好醜喔 在乎那個大不到 來來來 大家看到我的畫中 喔你畫得很好欸 真的嗎 是否勻稱對我也是極度重要 OK 就是他只要五萬很勻稱 讓我覺得他整張臉協調 我就OK 我畫得那麼醜 我要不要進去 我喜歡沒有鬥鬥的 我覺得平整的皮膚 乾淨的皮膚 對稱的臉 跟好看的眼睛 跟整個臉就是乾乾淨淨的 就是很加分 會嗎 然後腹肌很加分 對 他剛剛自打嘴巴 我覺得身材 等一下 對啊 你們真的都要 如果 你們知道有那種附肌奶油 真的蠻 是蠻嗨的 不是到冰塊嗎 是冰塊 就是有一種 欸 你戳在哪裡 四 沒有因為我有時候騎車啊 或是就是 他坐在旁邊 就這樣戳這樣 這樣子 就覺得 喜歡摸開這個 欸你畫得很可愛欸 你那邊有一個 一坨一坨的感覺 喔好噁喔 心是三十 這什麼意思 現在不是要很shallow嗎 對啊 我現在就是要膚淺到底 請你把它給別人好嗎 我給腹肌 我給腹肌 好 OK 我給腹肌這樣可以嗎 下一題喔 請問你們跟男生的初戀在幾歲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快 一二三 欸你很 你很晚熟欸 我蠻晚 對啊你真的很晚欸 嗯 你長這樣就看起來很糟 來喔下一題喔 請問 覺得自己的Gaydar有幾分 Gay吧 Lesbian7 你屁啦 怎樣 我覺得她Gaydar沒有很整 我覺得Gaydar很整了吧 我覺得滿 很多時候都是我已經說 我覺得她是Gay 然後她都都說是嗎 是嗎 過了之後她是Gay 來囉下一題 男同志 菜有哪一些特徵 一定會有肌肉 短髮 乾乾淨淨 再講一個更細節的是 對 我怎麼沒寫這個 你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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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差不多頭髮整形 很會傳達 身材我就跟你一樣 穿很少 就是會超V 超VV的 好像有大彎 就這樣彎 就是這樣 好啦總結以上小狼 你有感受到她喜歡的那個類型 會比較偏下來 臉 她就是臉 但至於臉怎麼樣 我覺得很難說 我覺得是要用照片 看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菜 可以去歸類出她 大概喜歡哪一種臉 今天找了 男同志天菜 那我們會分為亞洲跟歐美的 然後你就來做個評分 張孝全 我是7分 我是8分 我是8分 喔 你剛剛算還好 然後你給8分 我已經給8分你還好嗎 接下來全部都爆表 動不動 你還要一直看到10分 下一個 紅魚燕好不好 oh yes 滿分只能寫10分嗎 你可以給超過沒有問題 我想這樣你超過多少 7分 6.5 12分 是臉還是身材 全部的一切 這麼低啊 身材 7分很高了 太精壯 你會覺得硬幫幫自己 你會一直撞到牆的感覺 翻白眼 下一個 張瑞佳 這樣我們會不會得正那個 張瑞佳的粉絲 不會啦 不會啦 這是你自己的喜好啊 這是喜好問題 張孝全如果給4分的話 我覺得分數是這樣 他就在中間不夠難 也不夠man 來喔 楊 又 您 6 不一樣3分 4 他就是直 他就是很直 接下來一個 王力宏 我6 6 我給9分 高出來了 力宏可以 所以力宏跟彭宇彥 你會選彭宇彥 說實話我應該會選力宏 可是你這個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在車一眼嗎 還是我要交往 自己 自己 看臉 我們現在很膚淺 我們現在才會膚淺的 那如果唇外表的話 還是彭宇彥比較好玩 我現在一直評同分耶 喔 茶農 桑提納同酷 好 你這個 他很優秀耶 對 好高 而且你們知道他身材非常好嗎 我知道 好可愛喔 我這樣很像 很像變態阿姨耶 下一個我們來回台灣囉 來 右勝 也太低了吧 參照剛剛的狀態 右勝我給9分 為什麼 感覺蠻高的 他是我小時候就是 就是 吸力連擊 沒有啦 等一下 他最有名 小時候就是吸力連擊最有名阿 是 有一次我好像在路上遇到他 我跟他打招呼然後 他很友善的跟我握手 本人真的很帥 TOP 5分 他是我裡面最低分 8分 2分 所以 你真的是GAY 下一位 他就是什麼 你要唸給大家聽 沒有你要先講中文 怕他空 他練到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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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再一次快點 再一次 再一次 潘塔坑 安 潘 潘 潘 念阿 潘 潘 有 你有啊 8分 6.5 9分 又剩人機 又剩人機 所以我們大家裡面最高分的都是誰啊 泰國那一位 好不好 決勝是泰國那一位 他衣服包起來就看起來 武害小狗狗 衣服脫掉再變野狼這樣 讚 那我們來到了那個 歐美 歐美系列 第一位 Chryslation 我覺得我應該把 水瓶線要拉起來 對我覺得水瓶線要拉正常一點 我給7分 差不多 超人 Henry Cadell 亨利卡維爾 他超人時候的身材是巔峰 他演了Witchard的時候也是炸掉 然後一堆這種裸露戲 他臉好像可以扣一點分數 5分 你沒有扣分 還下一位 水星霞 他跟他女的關係非常好 你覺得你在乎家庭關係 OK 而且他是夏威夷人 我們現在在選外表 喔 男生彩 對啊 全部外型外表 你是在算命是不是你的臉 6分 5分 來下一位 克里斯伊凡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跟超人的等級是一樣 我也是耶 歌舞青春 Zack Zack Ephraim 他以前也是奶 然後後面就走這種壯的路線 結果還是很高分耶 4分 他完全不是你的材 為什麼 就是好看 然後嗯好看 Jame 7.5 這什麼東西 10分 他就是整個會把你吸進去 你會想要去他的新房嗎 就是那個 什麼房都去 OK 好好好 對不對 對 查寧塔圖 他是其他gay特地指名 喔真的嗎 來 柯林法洛 7.5 6分 就跟剛剛一樣 你的最高是誰啊 雷神嗎 我給了美國隊長 他給了格雷 我給了格雷 開始有各自有菜 對 各自有菜 各自有菜 那我們現在來小總結一下Nio的菜 他其實就是很在乎 梅雨之間 以及有一點小奶小奶 但是呢 又要有一點 憂鬱的身材 就是他喜歡奶的臉 但是man的身材 喔有點像是外表善良 內在引擋的感覺 哈哈哈哈 一虎駝咬的喔 我們現在就來進入Omi 來幫你 尋找 合適你的對象 哇 牧羊座在幫你跳牧羊座 來 照片來 等一下我幫你對 真的 你這個不是要放進去嗎 當然要放進去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幸福耶 千萬把他的重要的東西給放進去 對 大一點距離35好不好 好 那年齡呢 25到35呢 可以可以可以 就以他為中心的 前後正復古 25到35 好 36 那運動 運動你喜歡的運動 潛水啊 健身 游泳 健身 瑜伽 瑜伽 好 這個app呢就是會 就是會把這些特質寫詳細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與你更 更貼念的方 等等的 深入交友 悲醇外貌 OK 你要給你自己什麼hashtag嗎 我不喜歡人家定義 我不喜歡人家 好煩喔 不可被定義 欸你好會用欸 欸其實很不錯欸 他長得蠻耐的喔 對啊 這個跟你同歲耶 你這個臉 先給他一個藥 先有個底 先有個底 先有一個 欸你好好滑 是那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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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阿斯汀就是一個美國男孩的感覺 蠻可愛的耶 有愛心有機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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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喔 好像 這個這個 今天跟你穿的原本那個衣服 而且我有同款 蠻背心的 對 水瓶座欸 沒關係 水瓶座 其實水瓶座蠻可愛的 你只是邏輯不會跟他對上 你不是說你人生要學習嗎 跟水瓶座在一起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有沒有很真相 那我們給水瓶座一個line 而且好像 我默默的其實是喜歡水瓶座的 因為他們很怪 好好好 我覺得我們去戀人卡看看好了 好 之前只有戀愛0這個功能 現在還多了一個戀人卡 他就是會做一些簡單的測驗 然後去幫你找到 要跟你更興趣相處 好玩好玩 鷹眼金鋼狼黑寡婦跟Loki 你們會選誰 Loki 我也會選Loki 欸 我會選Loki sorry 我也會選Loki 其實我覺得從看照片 就可以去看出 一個人的個性對不對 好可愛喔 好像有點可愛的感覺 好 歐米呢 他就可以建立自己的 除了就是喜好之外 可以建立比較深層自己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你的 剛剛有建立你喜歡的食物書籍電影 興趣 然後運動 我喜歡那個戀人卡功能 蠻好的 就喜歡那種就是帥一點的東西 然後美女租金 就會有一個小遊戲的感覺 對 共同的興趣的感覺 這是戀人卡 但是戀人卡的話 一天一次 喔 它裡面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蠻特別 它有虛擬頭像 就是你一開始看到那個娃娃的頭像 然後它可以就是用那個娃娃頭像 跟對方的 講電話聽的聲音 你是神殷孔嗎 我是神殷孔 2021靠你們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NEO來到我們的頻道 大家 對於這些小男生們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或者不是有興趣 覺得很可愛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分享你們的小心得喔 好囉 歐米 大家如果需要找伴侶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 並且尋找你們的真命天子與天女喔 NEO的資料已經見在上面了 如果你被問到復仇者聯盟 最喜歡的是誰 他選Loki 大家都選Loki 快點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就分享 謝謝 掰掰 也可以記得去追蹤NEO喔 你也要畫一下 掰